原本帅气、金髮碧眼的小正泰 才经过三年的洗礼 怎么就变成一个方脸、褐色眼睛 还有点琢琢的大叔呢? 面对公众舆论 联邦调查局倍感压力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自称Nikolas的男人 1994年6月13号 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奥的13岁男生Nikolas 正如往常一般出门跟朋友们 一起去打篮球 直到深夜 Nikolas也没有回家 但是这家人却出奇的冷静 毕竟夜不归宿 已经是这个13岁男孩的常态 而且Nikolas也不是一般的男孩 他是个问题少年 不仅长得像终结者二里的约翰·康纳 就连经历都有点相似 Nikolas是在单亲家庭下长大的 他的妈妈Beverly 曾有过吸毒史 跟前前任丈夫生了两个小孩 女儿Kerry跟儿子Jason Nikolas则是他们最小的同母义父弟弟 而且年纪相差很多 妈妈Beverly又在超商里职业班 缺少陪伴的Nikolas 渐渐物入歧途 他逃学 威胁老师 甚至最后发展成私闯民宅 偷窃 他还累积了多项少年犯罪记录 本来在第二天 也就是6月14号 Nikolas要出庭一场听证会 最糟糕的结果 就是要搬到集体宿舍 所以当Nikolas这天到深夜都还没回家 这家人也不怎么当一回事 可是一天过去了 还是不见Nikolas的踪影 或许 他是想要逃避听证会 才会离家出走的吧 但是身上只带了不到10美元的现金 应该很快会回家才对 直到第三天 Nikolas的妈妈才发现 Nikolas是真的失踪了 于是终于报警处理 这一早就是三年之久 直到1997年10月的某一天 妈妈突然接到一通 来自西班牙警局的电话 声称在一个小村落 找到了一个男生 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要找到Nikolas 但是这个男生 有部分记忆缺失 建议家人亲自来西班牙的收容所一趟 欣喜落筐的Kerry 马上坐上班机 直飞西班牙 去找寻失踪了三年的弟弟 当他见到Nikolas的时候 他穿着岩石的外套 裹着一条极其笨重的围巾 一头不太自然的金发 顶着鸭舌帽 还戴着一副太阳眼镜 即使穿成这样 姐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就是失踪了三年的Nikolas 姐姐男演激动的心情 冲上去对Nikolas又揉又抱 等到Nikolas脱去眼镜 摘掉笨重的围巾后 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 都有些傻眼 咦 这变化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原本帅气金发碧眼的小正太 才经过三年的洗礼 怎么就变成一个方脸 褐色眼睛 金发里盖着一些深色头发 还有点啄啄的大叔嘞 而且Nikolas不是美国人吗 怎么眼前这个人讲话 带着法国口音 还有欧式措辞呢 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Kerry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人就是他们家的老鸭 Nikolas 由于丧失了部分记忆 Kerry把Nikolas拉到一边 两个人静静地恶补了一下 家庭成员的信息 通过测试后 Nikolas获得了新的美国公民身份 一家人重新踏上了回家的路 刚下飞机 一堆记者就已经堵在了出口 多么温馨又激动人心的故事 一瞬间占据了各大新闻版面 回到之前的疑问 Nikolas在1994年6月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为什么他的长相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这是所有人最想知道的问题 Nikolas声称 在他有限的记忆里 那一年 他却离家不到三公里的球场打球 等到天黑想回家的时候 突然来了两个标型大汉将他绑走 这三年期间 一直在欧洲各地辗转 融为一个卸域工具 被迫满足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Nikolas的身上进行各种实验 用注射器在他的瞳孔打了一些不知名的药物 使得他的眼睛从原来的蓝绿色变成了褐色 还对他进行了整容手术 防得就是害怕有人将他认了出来 如果说了一句美式口音的英文 就会招人毒打 而且被害人还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些年纪跟他相仿的男孩 据说他们都是被一些地方高级官员绑架的 这下不得了了 失踪案一下变成了跨国绑架案 FBI多次催出Nikolas一家到警局备案 而且因为长相有很大的变化 警方也需要查验DNA 抽血等等的身份认证程序 但是奇怪的是 Nikolas拒绝提供血液样本跟指纹采集 就连绑架犯的名字跟特征 他都不肯透露 面对工作舆论 联邦调查局倍感压力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自称Nikolas的男人 他身上的疑问众多 瞳孔颜色 发色 脸型都跟以前完全不一致 而且三年时间 能让一个13岁的人的口音 措辞完全改变 最后不是手术能做到的事 最奇怪的是 虽然警方多次提醒Beverry 如果不做DNA的比对 根本无法证实这个人 就是他失踪了三年的儿子 但是Beverry却真识 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所有人都透过媒体看到了Nikolas 虽然大家都对长相变化巨大的Nikolas 表示怀疑 但是自从了解了Nikolas 陈述的那个可怕经历 大家似乎同情大于怀疑 都接受了这个说法 当然还是有表示怀疑的人存在 当时有个节目组 对Nikolas很感兴趣 于是专门邀请他做采访 同时也邀请了一位私家侦探 Charlie Parker到场 Parker在录影前 偷偷地告诉摄影师 等一下拍摄时 请把焦点放在他的耳朵上 因为耳朵是人体 唯一不会衰老的部分 结束采访后 Parker仔细比对了16岁的Nikolas 跟13岁的Nikolas他们的耳朵轮廓 可以确定 这个人绝对是个冒牌货 Parker后来又致电给熟识的眼科主任 他们都表示 又不是侠领眼 变什么变 当然这不可能是原话了 因为这份依据 Parker马上联系了FBI FBI也很快申请到了法院的批准 强制提取嫌疑人的写意样本及指纹 一扫指纹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人叫做Federy Pierre-Badon 人称变舍龙 是个23岁的法国连环卫装者 卫装人数多达500人 他会假扮成孤儿 到不同地区的儿童庇护所混口饭吃 这些身份大部分都是凭通捏造的 这一次他又假造了一个身份 但是却被西班牙相关机构试破 无法逃跑的Badon 为了避免入狱 他马上打电话给美国找寻失踪人口的机构 发现有一个身份是可以偷来使用的 这个身份 正是Nikolas Barclay 原本想说有了跟美国的岳阳身份 反正距离那么远 美国那边也不会千里迢迢来调查自己 那么他马上就可以逃离西班牙 但是却被告知 Nikolas的姐姐正飞往西班牙千里寻亲 无奈之下 Badon只能赶快揽了金法 编造出了一个跨国犯罪的故事 原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 Badon竟然道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他说Badon早就知道他不是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 在三年前就被他跟大儿子Jason杀害了 Badon跟他坦白 Nikolas会辱骂及对母亲暴力相向 这时的Badon被迫要求 二十多岁的Jason与母亲同住 一方面保护母亲 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住Nikolas 而在三年前的某一天 Nikolas跟Jason发生争执 而Jason跟Badon一样都受到毒品的迫害 在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下 他失手杀害了弟弟 而Badon的出现 刚好是一个将错就错的机会 所以当初 即使Badon跟Nikolas的外表相差甚远 妈妈还是一口咬定 这个陌生人就是自己的小儿子 这样就可以为大儿子脱罪 现在Badon跟Badon两人各有所需 只要他扮演好自己儿子的角色 互相不要踢爆 两个人都有好处 其实早在Nikolas失踪那一年的9月份 也就是报案的3个月后 Jason曾经打电话给警方 声称Nikolas刚刚试图闯入他们家的车库 但是经过警方的检查 并没有任何人试图闯入的痕迹 更不用说有Nikolas的线索了 现在看来Jason的这通电话 更像是故意引导警方 Nikolas还在世的举动 不过就在Badon被捕后 正当警方想要对Jason 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前 Jason却因为吸毒过量而死 这个案子就这么卡住了 后来警方也对Beverly进行了3次的测谎 前两次通过了测试 第三次却失败了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并没有找到Nikolas的尸体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况且最关键的人物Jason也去世了 不过我有个想法 万一真正的犯人是Beverly呢? Jason只是一只替罪羊 哎呀,这想想就好可怕 不过这是我的想法 没有任何证据 况且最惨的就是Beverly了 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在身边 总之Badon在美国复兴6年后 被遣送回了法国 不过他死心不改 在30岁的时候还卫装成一个15岁的孤儿混进了收容所 最终还是被抓了 不过他卫装成孤儿混进多个机构 从来也不是因为他有念童癖或者性偏差 也不是想要盗取钱财 更不曾伤害别人 他从小就跟着祖父母 但是似乎没有受到一个小孩应有的照顾 最后他选择逃跑 一直想办法混进孤儿院或者收容所 为了只是寻找一份他不曾拥有的爱与关怀 和他小时候从未得到的关注 不过现在Badon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他也声称永远不会再冒充任何人 现在只想做好他自己